同学们,你们好 老师好 早上学校开展体检活动 你们都体检了吧 已经搞定了 你们这么年轻,应该没啥事吧 爱哭鬼老师,我们总是损你 你却还关心我们身体 那必须啊,我可不想被传染 谁传染谁还不一定呢 我身体杠杠的呢 我们快走,不然给老师传染了后代都是矮子啊 你个小文蛋,再说一遍 咳咳,打扰了 还有,给你们体检的医生和我说你们特别有意思 大概是因为我帅得耀眼 明明是我的魅力吸引到他了 看来没错了 什么 医生说你们班真有意思,怎么都挺傻的 你们体检到底干啥了,医生会这么说 可能是有一项体检,是桌子上有三倍液体 这是测神吗 当时没听见医生说喝哪杯,我就全喝了 你真是个鬼才 后面才知道,医生跟我说的是,让我闻一下就行 那,那就算测到了吗 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给我旗检表听力响,打了个岔 特雷西你呢,你又干啥了 医生说,让我伸出舌头看舌苔 你没照做吗 我照做了,医生就嗯了一下 那好像也没啥 我猜,大概是因为他幼稚了指电枕 这是要给你把脉吧 可是当时我以为,要我把舌头放上去 滚啊 老师,你也答应我不许笑 我绝对不会笑,我可是很有职业素养的 就我当时去尿检嘛 不就尿检嘛,没什么好笑的 他给了我一个杯子让我去盛 感觉挺尴尬的 他没跟我说盛多少 我想少了要重新盛就不好了 然后,别说一半啊,怎么了 我拿着满满一杯给他时 他说,你哥这儿给我敬酒呢 你哥这儿给我敬酒呢 对不起,我出去笑一会儿 鸭蛋你呢 应该是觉得我多事吧 啊 我看他边唠叨边咳嗽 我学过一点医术 所以就忍不住给他诊断了 人家是医生,还需要你 他倒是挺愿意的 只不过听完诊断结果就生气了 什么诊断结果导致他生气了 话太多,被口水呛到 滚啊